在今年的高温炎热的状态下 已经有很多人命葬狂犬 那么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碰到这种情况要怎么做 首先就是还是把伤者 要送到比较凉快的环境中 通过冷水浴或者是海绵擦拭 降低水温 请格外小心脱掉衣服 使用风扇和空调 如果温度再次升高 则重覆盖过程 不要给予液体 就这个呢是我觉得是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 为什么不要给予液体 文恩您知道吗 您先来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患者 往往其实已经没有意识了 在身体处在比如说 有可能会出现类似像高热经绝 以及这个平滑肌痙磷这些问题 因为我们说这个口腔 其实就是呼吸道和消化道是共用的 在这个平滑肌痙磷状下 很容易就导致这种液体进入 我们说这个呼吸道 在患者没有意识 已经可能会出现这个 就是这种 抓紧痙磷状态下 给予额外的这种 这种食物或者液体 很有可能导致就是窒息这种情况 如果说补液 一定就是在这个医护人员帮助下 进行静脉补液 而不是通过这种补液的这种方式 成果高生医生您来给我们指导一下 一旦到了中暑 它的特征就是它人体的体温调节已经完全失控了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体内的人体体温调节 是在秋脑下的一个部位 当你这个温度到了一定程度以后 这个秋脑已经没有办法做这种反馈了 就来调节你体温 到那个时候你的汗线已经没有水分再往下释放了 也没法扩张 你看它出现这些症状 基本上已经进入了一个 到了一个比较深度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首先需要的就是要上医院 为什么不要给液体 比如说你像你平时给它液体喝水 秋脑下它对你振透压很敏感 你单独给它水 它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 所以你要小心 就是要把它送到医院去 用物理降温 静脉输液一定是要有一定的电解值 足够的电解值 让它慢慢慢慢的恢复 而且不能快太快 要逐遍的来 当然我觉得物理降温是最关键的 你看这种病人刚才说的 它一般都会出现神志不清的情况下 因为它的温度太高了以后 它明显影响它中枢神经的功能 这个情况下 就是要采取多方面中核性的措施